我们来看一下7月营收全部公布完毕 那么公布的公司里头 当然现在这个时候 第三季我们讲过很难操作 有没有一些好业绩 那目前呢 整个也是线性不错的 有底气的股票可以参考的 有 那不过我先澄清一下 因为刚刚是开玩笑的 其实我对陈彦是 她的话我是完全的幸福 你真的参加是欧洲贵族 除了她欧洲贵族这件事情 那刚刚她讲到一个重点 我也认为说有些东西 她说我是肯德基 有些说我不是肯德基 所以到底谁是AI 谁不是AI 自己公司说了算 那第二件事情的话就是说 在整个AI的族群里面 我觉得还有一些 真正在未来会反映的 比如说电源供应器这一块 我们来看光宝跟康苏 康苏的7月营收还没出来 光宝基本上也还没有出来 但是他们的半年报 逻辑上他们的第二季 应该都是三绿三升 虽然他们的获利不见得比 像康苏的获利就没有比第一季高 可是它三绿三升就是 毛利率 营益率跟税前净益率 那这三个东西其实都是上来 这个一定是一个公司成长 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那第二个的话 我稍微整理了一下这张表 那这张表的话就是把营收 然后来配合所谓的半年报 在这个地方列出来有几两股票 第一个就是它的整个三绿三升以外 然后再来就是它的7月营收的 MONYY基本上都大于0 那这里面包含什么 像中砂 宏灌电 宏康 这个是属于半导体的族群 刚性里面大概就是PA的 全新跟红结科 那PCB里面有包含台光电跟台药 因为当时台光电还没有出来营收 所以我没列进去 然后光学有哑光 然后连接器有合昌 然后在环保里面 这个大家比较不熟的 就中刚的一个子公司 那我这里面来讲这一档股票 大家可能比较之前没有印象 但是我觉得它真的不错 这个就6158的合昌 为什么我要看它 因为它基本上做的连接器 其实一般都是用在比如说电视 或者是notebook 但现在因为是在物联网时代 AIOT的状况里面包含像医疗 包含像伺服器 包含像你看到的电动车 充电桩 物物相连的过程中 连接器变成一个很大的关键 然后第二个部分的话 它虽然拿不到第一级的市场 像鸿海 但是它中间的那些市场 在中国大陆这一块的话 它都吃得到 然后各位有没有发现 它整个在EPS的一个状况 它第一季是负0.22 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汇率的问题 那第二季的状况是1.12 已经大幅的油亏转移 然后再来的话 就是它整个是双利双升 所以它的整个状况是变好 然后营收的一个情形 MOM YY都很高 那各位可以去看 这个是长期的底部 当天的成交 就当时的这个月均量 连100张都不到 然后在这个地方放大最多的时候 我印象中大概是3到5000张 3、5000张左右 然后下来的时候 它是用跳空缺口来确立底部 然后下来的时候 又能够守在缺口之上 所以我觉得它这个股票 如果在我的定义来讲的话 应该是属于出生段的股票 也就是说有营收支持 又有这个转机 那你说它体材呢 它也有 那问题是人家真的有成绩单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留意 OK 要给大家做参考了 有成绩单的 林老师 好 这个7月营收出来 当然很多的营收都创的 还不错的一个 这个营收的状况 那我特别呢帮大家整理 这个可能大家遗忘已久的 苹果供应链的一些相关的股票 那么呢 这几档呢是这个 过去来讲呢 在苹果供应链 苹果概念股里面 这个涨幅都相当的不错 但是似乎也被大家遗忘了 一阵子的时间了 那这几档股票里面 我们可以去观察到 它的月增率其实都很不错 因为就月增来看的话 大概都有增加的状况 但是年增就是两样勤了 那我们常在讲 就是说 不论你的基本面多好 不论你的公司获利多好 我们都要回归到技术分析图 我们从图形上面来找 进场的位置 从图形上面来找看 现在是不是已经高档了 所以我今天帮大家整理了三档股票 第一档就是郁金光 因为郁金光呢 7月营收公布出来 月增85个percent 然后它的年增10个percent 第二档呢 是这个红准 这个7月营收公布出来 从它的月增是26个percent 增加26个percent 那么年增是增加38个percent 第三档叫做增顶KY 它的月增率是增加25.7个percent 年增率是增加3.6个percent 这三档呢 这一系列的这个苹果供应链的个股里面 三档月增年增双增加的 所以一样的图形会说话 我们来看一下郁金光 这支股票呢 真的休息非常的久了 那休息了这么久 到底有没有机会呢 我们从周线来观察 你看这支股票 从高档这个地方 上涨下跌上涨下跌 到了这个地方已经出现不一样的状况 也就是它的低点已经出现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个低点在去年9月的时候落了底 去年9月落底爆大量之后 股价没有再跌了 所以这支股票现在做一个三角盘整 那现在我们要观察这四大点 我也帮大家整理好 第一点 这个是一个底部三角盘整形态 三角盘整等突破就这么简单 因为现在叫做盘整盘 所以我们要密切注意 什么时候出现这个关键K棒 攻击力道出来之后 这个三角盘整突破 这一支股票就底部确认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这支股票我们刚有讲 低档爆大量 只要低档爆大量 股价不跌 股价开始反弹上去 在这边整理 那么这支股票呢 代表这地方至少它不跌 第二个不仅不跌 底部还有一些资金进驻 只是时间还没有到 第三个底部的均线开始在纠结 你可以去观察到 这个是周线哦 周线四条均线纠结 那就代表什么 盘整均线纠结 只要一突破 均线纠结突破盘整突破 多头就容易确认了 所以现在我们就等 等到关键K棒出来 也就是一根实体 长红K 这是郁金光 所以这是底部 可以开始锁的股票 第二档呢叫做红准 红准这档股票 哎呦 看起来也相当的不错哦 你看它从高档 大概72块 跌到低档这边47块左右 开始打底了 那这有一个形态哦 这个叫做双重底 双重底就是我们常讲的W底 确认之后 这个多头确认 但是股价没有涨 股价没有涨 问题是它也没有跌 它没有跌 而且称在一个重要的支撑 就是这条支撑线 这条线本来压力 突破之后回来变支撑 所以这支股票在这个地方 又形成了一个举行的盘整 所以一样我们要锁股等突破 等到同样等到一个关键K棒出来之后 或许在日线图上 我们可以先找到 可以进场的做 操作的地方 最后我们要跟大家介绍 一个叫做泰顶KY 这支股票也是 你看同样这个苹果概念股 都长得很像 高点低点这边开始打底了 而且这次还转强 因为它是一个上升的轨道线 所以股票很乖 它沿着轨道线走 低点都没有破 高点也都没有突破 只要它没有突破之前 我们都必须持续等待 等到什么时候 一样等到关键位置突破 轨道突破 那股价正式转强的话 那么我们再去做进场去做切入 OK 好给大家做参考了 我们又来看看这个面板 集邦的这个最新报价 8月上旬是TV面板的报价 是继续走高 那比7月是涨了1块到3块美金 预估8月份都会呈现 涨价的一个气势 所以施阶段做面板的涨价题材 比AI好吗 陈彦贵主 你的问题几乎已经点出了答案 因为你一定要比AI好就很困难 因为AI的涨幅很可怕 你要想它今年5月 这样短短3个月上来 一记它可以涨到200% 可是如果说你问的是说 那面板股可不可以做 我答案是肯定的 但是要比AI好 我觉得有困难 所以现阶段你觉得做面板 比较好 可以赚钱 但是你要赚到像 你说5月那一波AI股的 这种涨幅 我觉得难度会比较大 当然因为还是跟面板的基本面 有一些一些关系 但是就整个面板的线图来讲 或是现在确实外资有开始布局 以及整个面板报价有开始回问来讲 如果说没有那么要求 AI这种涨幅的这种报酬率的话 我觉得确实可以适时的切入 OK 基本面技术面是不是都有切入的机会 林音 好我想其实确实面板最近 在这些投顾的报告里面 有一些还不错的 利多的一些消息 包括这个下半年 有些这个运动比赛的 这个比赛会刺激一些 这些换机潮 还有包括这个商用的笔电 这个Win10在2025年 这样结束服务的支援 所以2024年到2025年 会启动换机潮 那这些的这些利多的消息 我想其实就像刚程彦讲的 它是一个短线的利多消息而已 所以毕竟面板要像这个AI这么的好 确实是有一点的困难度 不过如果就这个短线的资金移转的效应 或者是类股轮动的效应来看的话 那或许我们这个短线上 这个相关的这些面板的股票 或许是有机会做一些短多 不过我们一样把群创的 这个股票的周线图打开来看 其实很明显的你可以发现到 其实说穿了它不论怎么涨 它的这个上涨的攻击力道 这个角度然后的这个量 就没有AI的类股来得强 那角度不强量没有放出来的话 那股价相对的就不容易涨太多 所以它没有涨太多问题它也不太跌 所以我想其实这些所谓的面板股 我们只适合做短线的这个进出操作 那无法呢 我看法是无法变成主流的类股 OK 就短线这个报价的题材 不是一个主流的类股 好另外来看到我们这个 接下来帮大家寻一些 是不是一些集团股 会有一些行情出现呢 我们跟你刚刚有提到说比电子五个有更好的选择 电源供应器三雄 现在要怎么操作 好第一个部分的话台达电这波比较温吞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它营收的比重里面 虽然你看到电源供应器很多 但50%是用在车用充电桩 所以前一阵子的台达电很好 因为那时候在流行充电桩的题材 但是这一阵子如果你要去做AI的伺服器的话 伺服器的大部分的25% 你看光宝科25%到30%是用在这个所谓的伺服器上 所以这一块的 当然这个伺服器不是指AI伺服器 是大部分的伺服器 那它的AI的一个比重 大概占它营收比重的 差不多1.5%到2%左右 那即便是如此的话 它还是所有三雄里面最高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就 刚刚这个林老师有特别分析的 不管广达也好伪创也好 你回头去看 以光宝科的角度来讲 我们之前讲过一个理论 就是高点跟高量的一个关系 因为量线价行的一个逻辑 就是说你的最高点 如果当天是报最大量的话 通常这个高点是会被突破的 就比较怕的是说 你在创高点的过程中 那中量没有跟着在创高 包含像广达伪创都是 所以我觉得光宝科 还有一波去突破174.5% 这样的一个机会 那康书这里就更不用讲 我们已经提了很多次 我今天只提一个重点 就第一个要观察它7月的营收 因为如果我并了ABB的话 ABB去年一整年的营收是120亿 那换算起来的话 一个月是10亿 那6月份的康书的话是18亿 所以加了这10亿 会不会变成28甚至到35 这个是市场关心的焦点 第二个的话 这个礼拜它要跟B1签约 就是Broom Energy签约 那这一块的话 就是所谓燃料电池 那因为Broom Energy 现在已经开始在去做 清这一块的题材 而且甚至也把高利也抓过去 大家一起来讨论跟开会 所以我觉得这些题材里面 对康书来讲的话 都是一个加分的一个现象 OK 好 这个最后陈一萌补补充的 其实集团股里面 我觉得大家也不一定 真的只focus在AI 因为像长龙航太 你看长龙集团 最近长龙航空的这个业绩都不错 所以未来平凡飞的情况下 一定要维修吧 所以我觉得这种维修的议题 反而是细水长流 反而是细水长流 细水长流 所以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 也不妨开始去思考 AI以外的一些族群或者是产业 因为现图整体来讲也是不错啊 对不对 一定要长得那么帅的韩星才可以吗 像我们这种欧洲血统的 难道不能看一下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